回答和AI相關個股未來走勢會如何呢? 先反彈,後下跌 hello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財經集團 我Storys 讓我們歡迎林宏傑分析師帶領哥好 Storys答案,各位觀眾朋友早安 Blackwell正是公不應酬 黃仁軒又再度開進口 他說會分一些產能到其他的供應商上面 那則不過AI到底能不能上車呢? 黃老闆上次開進口是什麼時候?你還記得嗎? 3月份還是6月份 當時開進口 開進口前大家都長得啪啪啪的 開完進口後請看AI相關產業股價如何表現 有點弱弱的 有點弱弱是你講的有點弱弱 事實上是很弱 因為市場他就說話 那你剛剛說過相關AI產業可不可以帶動他? 大林哥我跟你講看是能可是又不能 意思是說看起來會長 可是實際上他是不會長 老師你這有講跟沒講一樣 錯這種是交易的哲學 今天大林哥我要教你怎麼去看NVIDIA NVIDIA如果他漲或是他跌 他一定就是影響台灣相關個股嘛 對不對 那這個是NVIDIA的日K的走勢 我劃分了兩個區間 紅色區間 對 事後看說故事 你會告訴我他是長多還是長空 長多 對嘛 逼著左邊看你都知道吃長多 隨便買他都是長 這是過去 現在的位階是藍色框框這邊 那我就問你了 現在是多還是空? 老師有第三個選項嗎?盤整 對 你講對了 他確實是盤整 意思是說他既不是很多也不是很空 進入盤整 所以剛剛標題說 黃老闆開進口了 是不是開始噴了? 事實上第一不會 因為他的過去歷史紀錄只要一開進口 大概就game over了 然後現在的圖 你剛才也都看得出來了 不多也不空 那代表說開始進入盤整 那問題來了 問題來了 我們還是想要賺錢嘛 對啊 總不如現在開始放行假嘛 對不對 大林哥我要教你NVIDIA的操盤數 然後我直接告訴你 他會開始先做反彈 然後呢 兩週後 大概反彈後 他會偏跌勢 那偏跌勢的話 我現在就是建議不要進場 等到兩週後我再進場 你要進什麼?你要買嗎? 對啊 就是可能有一些投資人 他可能會想要投資NVIDIA 或是相關的個股 那你若是不是現在趕快買兩週 後之前趕快賣 高賣就好嘛 要不然這兩週你要幹嘛 那如果這兩週中間 他又慢慢的下跌怎麼辦 不會 他會先反彈 為什麼呢 大林哥就是要告訴你 操盤的計較 NVIDIA操盤數非常非常的簡單 黃色跟藍色 就分別代表會跌跟漲 是 請把這兩個口訣記下來 沒有版權 來黃色請念一下 空差前破低等於反彈後大跌 什麼叫破低 就是黃色Square那個地方 你有沒有發現 黃色區塊的時候 是不是跌破前低 對 所以當黃色圈圈 黃色圈圈所謂的空差 就是月線跟季線的交叉 它是屬於空方交叉 請記得均線 當它第一次交叉的時候 很容易出現反向走勢 可以錄音下來沒關係 黃色圈圈就是所謂的空差 開始出現反彈 結果醞釀後面黃色的怎麼樣 反彈 大跌啦 你箭頭往下 你眼睛看起來 是 然後呢 藍色圈圈就是所謂的多差 就是多方交叉 看起來應該要開始漲對不對 對 事實上來講你有沒有看見 藍色圈圈之後 它是開始做回撤的 是 但是藍色圈圈的Square 有沒有看見 有 它是不是突破前高 有 所以當它回撤之後 才會醞釀後面 大藍色箭頭的這個大多方 這樣懂了沒 有 好這次過去喔 那我們就要看一下 因為古姓嘛 最近的就是黃色圈圈 最近的空差 請看它的黃色Square 有沒有破前低 有 OK 所以才會醞釀黃色箭頭 這一波的修正 對 現在講 現在 現在就是現在看見最右左邊 藍色圈圈即將什麼差 多差 是的 那請問藍色圈圈的Square 有沒有突破新高 沒有 沒有 所以Doris講對了 是 未來當它正式出現多差的時候 反彈不多 就會開始跌 好 但是也請放心 因為它交叉 剛剛不是說過嗎 交叉的當下 它會呈現反向的走勢 對 所以 要買就要趁先來買 你不要兩週後才要想要買 因為兩週後才剛要起跌 這樣懂意思了沒 老師那我有問題 你說趁現在買 是我今天可以進場嗎 還是要再等個幾天呢 再等幾天中秋都過了 要買就是現在買 那老師那個 Nphidia會有中秋變盤嗎 會 對 那蝦買的話 那我不是中秋節過完 我就要趕快逃了 沒有逃了 中秋節過後是讓你賣 可以收錢 好 中秋節讓你先賺 中秋節後讓你也可以再賺 有說過嗎 它的時間破應該是兩週 是 中秋節下禮拜而已 對 所以呢 有Nphidia的人 如果你想要抓高檔轉折 在蝦修的話 你可以等 好 如果你想要賣的人 你可以 等一下 還沒那麼快 好不好 那相關個股一定會跟他做連結嗎 對 如果你想要抓轉折 還有台灣相關個股 趕快加入老師的Line app 小老鼠815UCOCC 那我們謝謝老師今天的分享 財經事通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人在善導寺 我們就來看看 善導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聽什麼歌吧 欸中學同學 你現在耳機聽什麼歌啊 我在聽這個 訂閱理財宿看頻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欸 真的 太有Sense了吧 掰掰掰掰 我們還能不能再見面 按讚訂閱留言 跟我一起輕鬆理財